We'll step up on the runway Runway Can anybody touch me Touch me 上段節目中 參賽者余怡婷受到評審嚴苛的抨擊 而崩潰痛哭 接下來評審們還會說出更無情的批評嗎 接下來我們請下一位參賽者 陳辛菲 辛菲 其實我看到你這張照片 我覺得還滿吸引人的耶 因為光看這張照片上面 我會覺得這個女生雖然很瘦 但是感覺平常有常常在做運動 很結實 雖然我不知道你本人是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感覺是這樣 妳有掌握到自己的身體的線條 我覺得這是值得嘉獎的部分 那我唯一有幾個兩個地方 我比較不滿意 第一個就是說你們在拍照的時候 第一個 你的腳 我覺得你可以再踮更高 你會更好 那個線條會更完美 這是一個腳的部分 第二個呢 我一直很在意你們的表情 因為你們要去試著了解鏡頭 然後你的眼神其實這個還不錯 可是我還是覺得 還是弱了一點點 辛菲 聽說你這次參加比賽 有一個非常強的原動力 一直在編撤著你 讓你就是每一次的表現 越來越進步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因為我這次參加比賽是 是因為我媽媽 對 因為她在八月的時候走了 那我已經失去就是我生命的支柱 跟生活上的原動力 但她知道我很喜歡表演 但她還沒有看到我成功 所以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 真的會到天上去 所以我希望儘快 儘可能的 短時間內我可以達成目標 而這次我 像這次健身的主題 我所設定的就 主題就是 對於目標 一個堅強有自信的女人 這是我所想要呈現的 非常棒 加油好嗎 謝謝欣飛 接下來我們請下一位參賽者 張宏甫 我看到這張照片的第一個感覺是 我覺得這是一張非常標準的 男模特兒會拍出來的照片 以你是一個非專業的模特兒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張非常好的照片 雖然我在這張照片上面 其實我沒有很明顯的看到 你的肌肉線條 但是就是我覺得整體的構圖 跟姿勢 跟你想呈現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用這個器材 你想要呈現的方式跟畫面是什麼 憂憂 憂傷的感覺 然後做一個器材的感覺 對… 養憂與小生的感覺在做器材 類似 姿勢整個畫面都OK 但是缺點就是你的臉 我看不清楚你的臉 你太憂鬱了 你頭低得太低了 其實基本上你一定要 我們必須要導致你對於 運動這件事情的一個觀念 運動它是健康的 它是發洩的 它是消耗熱量的 沒有憂鬱的 那會內傷 反而反效我 就你想的方向錯了 千萬不要這樣子去想 OK 謝謝洪福 希望你可以順利的競技 接下來我們請下一位參賽者 林電傑 電傑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想要呈現出來的感覺是什麼嗎 我想要在這張照片就 添加很多力道在裡面 我覺得這張照片非常的抱歉 對我來說不是那麼的討喜 而且你說你很專注在做這個運動 我覺得你應該是很專注在擺你臉部的表情 你的一號表情 如果今天你是擺在一個就是 我今天要搖滾 或者是視覺系藝人那種 我覺得你可能很適合那一方面走那一條路 就基本上是主題錯了 器材你也選錯了 照片當然就是錯的 畢竟我們還是強調這必須要有利與美 那就男生的美其實就是一個肌肉線條 跟一個美感的問題 那相對的 如果你們連駕馭這個器材都沒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也會擺不出那個感覺 我想你在拍照的時候你是輕鬆的 那你可能你覺得是很痛苦的 可是就我來講它太輕鬆了 我還是強調應該更投入一點點 在這個你們學習的構成裡面 謝謝店姐 請你先回到你的位子上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最後一位參賽者 黃妙華到你的位子上來 妙華 這是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那我想要先聽一下 你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想要呈現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想要呈現是一個女孩子 對運動的專注 然後她努力的精神的感覺 嚴格講起來 其實在綠與美之間 她還是我覺得還是不是那麼及格 你的左手呢 這個手勢是有點擺起來的 其實很怕會受傷 而且你施力往前推 就很怕受傷 對 你拿反 對 向明哥跳完左手我挑右手 就你插腰的那個部位 這樣是很不對的 你也不知道你在比站 還是你要把手美美的放在你的腰部 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右腳 我再挑一下 那個腿如果伸直一點 這樣明顯看得到 不仔細看 會覺得你的腿很短 但仔細看 其實是你的膝蓋沒有打直 你膝蓋沒有打直 但是你又是膝蓋 又是往盡頭的方向伸出來 會看不出來 你到底有沒有把腿伸直 只會感覺到 這腿的比例是短的 因為你的腳掌 你也沒有真的把它扳平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女孩子拍照 為什麼要穿高跟鞋 視覺上看起來 腳板扳平了 感覺腿會變長 你這張照片 讓你的腿變短了 比例很奇怪 腿不對 手不對 手不對 好 謝謝妙華 請你先暫時到你的位置上 經過今天的評選 我想大家剛剛都已經聽到 所有的評審對於我們的照片 就是做出對大家的一些建議 那我們在今天呢 稍後我們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今天我們將會淘汰一位的參賽者 那先請各位參賽者到後台休息一下 謝謝 剛剛每個人對每個人的照片 其實都有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可是我覺得最後還是 可能必須要討厭出一個結果 對 我先講一下林婷好了 我雖然覺得她這照片 其實真的滿不OK的 她Pose各方面不太好 那我看得出來 其實從她的身形條件 就是看得出來是一個 很好的女模特兒的身形條件 所以我覺得她如果稍後 再調整一下就是 她可能在某些小地方 可是已經很後段了 她還需要再做調整 我覺得我改定是滿好的 國塵啦 國塵啦 為什麼就是這樣 其實她 我覺得她滿可惜耶 她本人看起來的身形條件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好 可是你平面拍照起來 感覺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覺得啦 她還是稍微稚嫩了一點 因為她沒辦法 可是以她的身高 她在畫面上面 呈現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是 比例滿好的 比例滿好的 這也是我們在選擇 某些大象的重點 對 她卷捷呢 你覺得卷捷怎麼樣 就是Pose很糟糕 不是 而且她弄不上 她的態度不是很厲害 我覺得這一次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就我自己的看法啦 我覺得比較大的就是 可能這一次的主題 對她來講 在發揮上 對她吃虧 真的會吃虧很多 對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得追出 一個決定就是嘛 有點困難耶 就是如果要淘汰一位的話 每一個人其實對 每一個參賽者的想法都不太 好處理 好處理